好 不过我们看到2024 可能还有一个关键人物 这个人可能是会影响到 这个最后选举的结果 这是郭正亮他所分析的 撒卡都的一个结局 他认为说 这个柯文哲是不是会参选呢 主要是会影响到 国民党的当选的几率 他说假设有三个人来选 侯友宜啊 赖金德 跟这个看到 包括了这个柯文哲出来选之后 他说如果是这三个人的参选的话 很难说谁一定会赢 他说现在有一个状况 中北部的年轻人 是被国民党给拉走了 因为他说从一些民调上 可以看得出来 因为呢 中部跟北部 40岁以下的轻撞票 已经对民进党非常的失望了 所以如果是一对一的话 是很有机会是会投给国民党的 但是呢 他不认为说 这个民进党还可以 把这些人给拉回去 但是呢 是不是 有一个重要的人物 也就是呢 柯文哲的态度 我问一下凯翔怎么看 就2024的这个萨卡都的情况 包含我们看到说 因为呢 郭正亮说 柯文哲是不是参选的 主要会影响到 国民党的当选的几率的 那另外呢 沈富雄也说 如果柯文哲要撑到最后的话 一路会面对很大的困难 最后呢 侯友宜一旦是宣布 就会胜选了 你怎么看这个柯文哲的角色 我觉得柯文哲如果参选的话 就非常有机会重演放大版的 这一今年的台北市场选战啊 就是台北市场选战啊 那柯文哲他就会 他的路线就会变得非常的艰难 因为他有两条战线 他打蓝打得太用力的时候 他觉得他想要吸纳一些 这个民众党里面绿的选票的时候 他开始打蓝的时候 那蓝的选票就会跑掉 那同时间呢 他开始打绿的时候 那蓝的选票可能就会 就是 反正就是 他会一直像黄山山这样子 然后路线就一直很难确定下来 所以确实我同意他会很辛苦啦 那至于柯文哲选到最后 到底是对谁比较有利 就是反过来讲对谁比较有利 我觉得你看如果拿台北市场选战来说的话 其实黄山山有很坚固的 很坚实的年轻选票的支持 然后也确实台湾现在 纯蓝纯绿的选民已经很少了 有很多是看人投票的 那这一部分很有可能会复制 在台北市场选战的状况之下 去投给侯友宜 那比较有可能的一种倾向是说 这些年轻选票的比例会占比较多数 因为他们相对来说 比较不会被蓝绿的这样子 就是各自有很强烈的意识形态 那所以说如果你把蓝的 把这个年轻的选票拿掉的话 不要忘了2016 2020 两次总统大选的时候 民进党几乎都在年轻选票当中 是摧枯拉朽的秋风扫落叶的 击败国民党 所以当这一块 不再贯去民进党 而是被民众党给拿走的时候 我不敢说 像样哥的分析方式是一种 是一种观察的角度 他认为是说 2016跟2020年的时候 年轻选票全部贯给民进党 这次有可能直接逆转 就是原本贯给民进党年轻选票 有可能直接被国民党给拿走 他们这一次选择投国民党 这是一种可能 但是在我看来 我会觉得说有这么乐观跟容易吗 所以呢 那柯文哲的出现 民众党的出现 会出现另外一种可能 就是不会直接从绿的倒向蓝 而是绿的拿不到了 被白的拿走 那这件事情 其实第一件事情 当然是国民党的天大利多 哇塞不得了啊 你直接把选票的投票意向 给180度翻转 那是不得了的事情 你做得到吗 我很存疑 那第二种可能 其实他间接也是对国民党有利的 因为当这些票不投民进党的时候 不要一面倒地投给民进党 而反而是投给民众党的时候 那其实对国民党也是有利的啊 所以我不敢说亮哥讲的这件事情 我完全赞同 但基本上柯文哲如果选到最后 我反而就会 就会就会就会 就会同意沈大佬讲的 其实不管是直接翻转 又或者是说不投给民进党 投给民众党 这两件事情对国民党都是有利的 好 不过接下来我们看到 这个赖清德的一个角色 跟他的一些动作 因为他连续的三个礼拜的 开了中职会 那每个礼拜每个礼拜都有中 你包含学伦的问题啦 包含黑金茶会选的问题 那今天的中职会呢 是通过了党职人员选举办法 第九条的条文修正案 其中是扩大的排黑的条款的一个规范 这个规范的内容呢 其实跟之前 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 就是说以前的一个条文是认为10年 就之后呢 你就可以再选了 但是呢 现在一个新的一个规范就是 完全就是排黑条款 整个全部定下来 就是未来呢 你不管你是设有黑啦 金啦 枪毒啦 或是曾经被管训的 都没有办法再担任民进党的党职 代表呢民进党参选公职 所以其中包含谁呢 就是大家觉得这个意见最多 就是这个英系的前总统府国策棍黄成国 那他今天的回忆说 啊党的做法我们都接受 但是呢我们看到 赖金德是真的可以在这个事情上 这一路这样子很顺遂的 照着他想要去改革的路线去走下去吗 问一下左教授 因为包干的这个资深媒体人黄阳明就讲到说 其实我们看看2019年好了 赖金德当时参加总统初选的时候 他在2020年上任副总统时 有人查他的财产申报 就发现有少了好几千万 后来才发现说 原来他初选的时候花的是自己的钱 在还没有得到民进党总统提名之前 他真的敢动英系吗 他敢去动其他的派系吗 虽然他今天动的是黄成国 是英系的 但是呢他真的这个 还真的可以做得下去吗 我想这个就是决定他到底是君是臣 是王是寇 如果他没有办法在这个时候 跟蔡英文的路线勇敢地切割 那么我想民众也没有选他的必要了 当然蔡英文 蔡英文能够得到817万票 蔡英文过去能够第一次 2016年能够胜选 他当然有他一定的群众基础 但是为什么两次从两次地方选举他都大败 特别是去年这一次 民众对于蔡英文政权的这种自满 骄傲 这种跟民众脱节这样子的一件事情 这样子一个作风是非常的不满 而黄成国不只是说黑金的问题 黑金的问题当然应该要切割 他也反映了整个蔡政府作风里头 所谓的这个说一套做一套 表面上拿着大刀要砍国民党的黑金 实际上他自己就是跟黑金站在一起 像这样子的事情 大家是非常反感的 因此这就看赖清德他有多大的决心 那我知道赖清德 我认为赖清德现在考量 大概是两个因素 第一个提名当然是一个因素 但就算获得提名了 他也还是必须要向蔡英文 俯首称臣直到他选上总统那一天 为什么因为没有行政院 没有蔡英文的首肯 行政院这边资源就不会出来 没有行政院的资源 他怎么样去到处去 笼络各地的这个装脚也好 或者笼络各地的各种力量也好 不是都靠 大家回忆2019年 不是就靠当时蔡政府的精准撒币吗 大撒币 那年大撒币的情况 所以说不要说提名总统候选人了 就是在他当选之前 我看他都有求于蔡英文 但是如果他真的只是蔡英文2.0 我们为什么还要投他呢 民进党那些过去年对蔡英文失望的人 为什么还要投他呢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成王成寇 到底是英雄是狗熊 就是一念之间的问题 好老师认为说这个赖清德 其实还是对于蔡英文是有点 服务手真诚的这样一个情况 因为他还是毕竟要做朋友 还是需要蔡英文的行政院的资源 但我问一下韩平哥 因为有人说 其实他这整个的黑金的排黑条款 其实也有一点点在针对英系的黄成国 是不是有这样一个说法 还是他真的敢去 针对这个蔡英文旁边的这些人吗 你觉得这是没有谈好的吗 我一点都不相信 因为他这个很明显 因为今天这个一出来 马上就叫黄成国条款 因为黄成国过去被敢训过 所以他现在是说只要有敢训过就不行 因为以前是只要不管敢训或干嘛 满十年之后就可以 那现在就是完全不行 那问题是 现在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推出法案 就是推出这个党规 就是对社会大众对黑金一律的回应 所以这一定是事先就跟黄成国 他们都沟通过 也就是实际上黄成国之前就已经 陈其迈那时候代理主席的时候 黄成国就已经不出席中堂会 那目的就是要慢慢撇清 为民进党选2020 营造一个良好的态势 所以我跟你讲 赖兴德这个基本上是跟蔡英文报备过 但是问题来了 没有党职就不能影响党嘛 对 对啊 他如果 对没错啊 他没有党职 可是他还是有他的影响力啊 本来就是这样子啊 国民党也是一样 民进党也是一样 没有党职就不能影响这个党吗 能影响党有千千万万种方式 只要人头党员还在黄成国身上 你们哪一个敢真正得罪他 我讲实在话 赖兴德你要选的话 你需不需要黄成国的金脉人脉 同样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认为赖兴德只是没有像吴怡农这么 这么简单粗暴 吴怡农就是像小孩子一样 因为吴怡农基本上政治之力 大概就跟郭台铭差不多 所以就跟小孩子一样 跳出来就 人家在讲黄成国 他就赶快跳出来切割骂 那赖兴德为什么等了这么久才做反应 他一定事先跟蔡英文跟黄成国 他们都沟通过了 我们大家现在也一直吓个戏 但是黄成国在党内的地位都还是不会动 如果真的赖兴德有心想要 把黑金的势力逐出民进党的话 你应该要去测查人头党员的问题 不是吗 你民进党现在就是因为被这几个人头党员的大户 整个挟制住了 你所有都要听他的 那问题是这个东西感动吗 特别是现在在选前的时候 那赖兴德绝对不会敢去碰了 所以基本上 整个结构没有改变 你以为黄成国是因为他是中常委 才有讲话的资格吗 是因为总统部执政或是顾问才能够讲话吗 国社顾问才能讲话 根本不是啊 不需要那个职位吗 他根本不需要这个职位 他重点是他手上的人脉 他手上的金流 这个才是黄成国真正能够发挥影响力的地方 重点就是金流的部分 因为选举真的是需要钱 虽然呢 这个今天看到赖兴德呢 是通过了这个牌黑的条款 但是呢 我们看到 接下来要选举嘛 这个金流还有人脉的部分呢 还是会需要的 海黄鲍鲍鱼干贝XO酱 里面有严选新鲜的顶级海鲜 跟蜜质的独家配方 还有富含胶原蛋白 还有年多糖 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质鲜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丰富 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哦 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GTI714 想要折扣哦